各位同心 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 这节课由我们杨婷轩老师带来演讲 请大家用掌声欢迎她 谢谢 各位同心大家好 醒一醒哦 有一点冷对不对 我觉得很冷 我觉得我的手指无法写字的那一种 整个是冻僵的状态 我穿太少了 可是穿套装 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再加上去说 保暖衣有 里面有 我下次再穿两件 听说今年应该会一直冷到 1月1号吧 对不对 大家知道我们1月1号要办园游会吗 知道哦 要来吗 要来哦 要来哦 要报名哦 那一天会很活泼 有ban 有我们青年团的演奏表演唱歌 吃吃喝喝 一定要来参加好不好 10点 算10点开始啦 预计到3点左右 好 元旦 要来参加 那天有宣誓大会 好 好 这样 什么人哦 我们啊 会有过五官的童星 然后我们秘书长也会宣布一些事情 那就是希望 你们还没有看过我们秘书长吗 没有哦 会会会一定会看到啦 他一定会来跟大家讲个课 他是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对 等一下我也会讲到他的一小段的故事 宣誓大会 那天你来就看到了 那哈哈 嗯 对 你们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在1月1号前过五官 应该来不及 没关系 我们就来参加 好不好 等一下呢 我会带大家看一下台湾的整个历史 我相信在座的童星 应该大部分 知道的台湾历史都不是很正确 包括我在内 我刚进来民政府的时候呢 被逼的举手 被逼来的 哦有一个 我每堂课都问 都会有一两个 哎因为我也是啊 我也是让我妈妈毕业啊 我也不是自愿的 以我的年纪其实是政治能感 我对政治哦 就算到现在啦 你问我那个国民党谁谁谁 民进党谁谁谁 我是分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 他们政治的一个比较深奥的 到底在争议些什么 可是我知道 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论 台湾的法理地位 对台湾人有多么的重要 那是我来民政府才学到的 我妈妈一开始是跟我说 我们隔壁的阿姨 跟她说 说台湾要变天啊 我就想变天什么意思 她说要变政府 我说哪有可能 你绝对让人骗啊 是不是 一般都是嘛 我就是一般人啊 所以我就说你绝对让人骗啊 她就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呢 我也听不懂 你去帮我听看看吗 我就想说 好啦 今天让人骗嘛 我就去听 听听了呢 也是听不懂 什么流亡政府 什么什么 我也是听不懂 因为我原本政治能感 我一定听不懂嘛 然后我妈就开始跟我预 诶 那个阿姨叫你去上课 说上什么课 初高级 上完好像可以当公务员 你让人骗啊 哪有可能啊 对啊 然后她就一直给我预 一直给我预 一直给我预 她说你去上 你先去上 你上上之后才跟我说 是真的还是假的嘛 你如果是没去上 你怎么知道 那我也单纯啦 还有一点啦 我就想说 我友好啦 我不要就让我妈 欢喜知道吗 还有一点的时间 我就想说好 我就来上 我来上初级班的时候 很意外的 我就对历史有兴趣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听课 听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感觉 好像跟我学的都不一样耶 虽然有一些东西我听不懂 但是我知道她在上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从小到大学的69年中华民国的教育的历史 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你会觉得有出路 那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我单纯 我就相信了 我回去就跟我妈说 我妈我感觉你也可以去上口啦 我说是真的喔 我说我没法度跟你说我才出一班上完而已 我没法度跟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我感觉她说的有道理 法理好像是真的耶 然后我说不然你也去上啦 反正你也有时间啊 然后结果呢 就我妈也上 我姐也上 然后姐夫也上 几乎全上了啦 啊上了之后 我出几班上完 我除了跟我家人讲 我还跑去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呢 他就 我可以暂停一下吗 我想关那个窗户 我觉得很难 我感觉我一直皮皮疙瘩 我等一会说我会带 然后呢 哎 我跟我朋友讲 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哎 我觉得很特别 来上完这个课 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特别 因为你知道了一件跟人家与众不同的东西 你有感觉自己很特别 特别台语 特别对 然后呢 我朋友就说 听一听之后啊 他隔天哦 就打电话给我 我说你有兴趣了啊 他说不是 我跟你说 我认识你十几年 我太了解你了 你给人骗了 我就想说 哎 好像我跟我妈说的一样 然后他就说 你是不是没有上网去找资料 我说找什么资料 你有上网去查网路 民政府吗 我说没努力 我就说你单纯吧 啊这样你就相信了 我说你有上网去查 他说他查了一个晚上啦 我说都没睡啊 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给我让人骗 他查了一个晚上熬夜了 有厉害吗 他还 他真的很透彻 他还问我什么 就经三和平条约 那个第二条啊 日本不是已经放弃 对台湾澎湖的 那个权力请求 对不对 我回答不出来 我初级班才刚上完啊 我哪有话都给他回答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我也没清楚啊 然后他就 问我了一些问题 我都回答不出来 可是我只回答了他一个重点 我说我没有查 可是我觉得民政府里面 有很多的博士 硕士 老师 有知识的分子 他们民政府这么多年来了 有需要轮到我去查吗 我就这样问他 刚好需要轮到我去查 该查的人家都查过了 你有问题直接问就好了 我说我才不花那个时间耶 还去查 我直接上课 然后不懂的就问老师就好了啊 就是不是就有答案 那我说我比较聪明 我比较聪明啦 我没有熬夜去查网路啦 我说网路上一定有 一件东西都会有正反两面 是不是 那你只看反面 那正面你就不看 那这样的观念 你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吗 所以 来到这里上课 每一堂课的老师 他们都会告诉你说 台湾的历史 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就是敞开心胸 然后去听说 到底跟我们 从小到大学的东西 不一样在哪里 你一定要先去接受新的事物 才会有所改变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带 大家看一下台湾的历史 大家知道Formosa是哪里 美丽之岛 它在欧洲人称这个 Formosa的意思 就是美丽的意思 那这个是在大约 13、14世纪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 三个小小块的这个 这是台湾 宝岛 对 为什么它是台湾 地图有没有 跟我们现在认知的 有点不太一样 当初是13、14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最先 哥伦布啊 发现新大陆啊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他们在环游世界的时候 葡萄牙人 他从日本 琉球 来到台湾 他们说 哇哦 有这么美丽的岛屿耶 所以他们那时候 航海技术还不是很发达 所以这个海图是错的 但是这是我们最早期最早期台湾的地图 所以发现了台湾这个美丽之岛之后 就给了它一个名字 叫佛莫萨 很美吧 要不要以后要不要改回来 考虑一下 还是台湾 佛莫萨也挺美的哦 那大家猜猜 最早活动于台湾的 外来的民族是谁 猜猜看 荷兰 还有吗 西班牙 还有吗 葡萄牙 嗯 还有吗 好 到这里截止 果然大家都被69年洗得非常透彻 最早的是谁 是日本 好像没学过 13世纪 日本人已经在我们的佛罗莫萨岛上活动 刚刚讲到的荷兰什么的 都在它之后 日本啊 比中国至少提早了300年以上 在台湾的领土地上活动跟居住 一直到1633年 日本他们的德川幕府 锁国政策 才停止了 才停止了日本人赴海外的发展 这都是有历史文献的 所以我们学到的台湾的历史 真的是仅限于台湾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最早期 日本人啊 其实已经拥有台湾的主权 在1624年的时候 荷兰人啊 当时他算是历史上 在台湾建构一个 比较有完整制度的一个国家 但是大家应该不知道 荷兰人是怎么来到台湾的 他必须获得当初的德川幕府的许可 从澎湖转进弗洛莫萨占据 他甚至 荷兰人啊 他是在一个华侨礼旦的调节下 他每年要花3万张的陆皮 跟德川幕府进贡 才获得来到台湾活动的许可证 这是重点哦 所以其实非常早的时候 日本人在台湾就已经拥有一个主权 荷兰也必须经过日本的同意 才可以在台湾活动啊 这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对 所以其实当初 大家有没有去那个红毛城啊 有没有去过红毛城 淡水 那时候就是荷兰他们建构 在台湾建构的一个算是管理的单位 勒兰遮城 所以荷兰人他当初进来台湾控管的时候 其实他所占领的区域 也都只有西半部的一小块而已 因为台湾的整个主权 最后被完整开发 是有人的 并不是荷兰 他在荷兰占据的38年当中 也只有拥有一小块 这也是要记得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16、17世纪啊 台湾的重要枢纽的地理位置 当时就已经奠定了 荷兰哦 当初为什么要来到台湾 台湾在13、14世纪 是不是先被葡萄牙、西班牙发现 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 他们是不是很早的时候在海上就已经在活动了 那个时候是大航海的时代 他在海上活动的时候呢 他们很早期 他们就在澳门、厦门 那一些基地就已经占据了一些贸易上的转运站 那个时期的中国和民族 他们还不会相信地球是远的 也不知道航海的重要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也是属于锁国政策 那到后来 荷兰他为什么要来到台湾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知道中国什么东西在欧洲是非常夯的 当时的时代啊 我们是不是中国有丝绸、瓷器 那些东西对欧洲人来讲 他们当作是宝物 我们可能中国是会拿来配坛的啊 可是他们是要架起来 放在当作艺术品的 所以很早期在这个时候呢 欧洲他们就发现有庞大的利益 那荷兰他也想分一杯羹啊 所以那时候他想要分一杯羹的时候 他也是从 他本来是想先占据澎湖 可是他要占据澎湖的时候呢 中国那时候是民国、大民国 他们不愿意让荷兰去占据澎湖 所以有打仗把荷兰赶走 那荷兰就想 那我要用哪里做转运站 想了一想台湾好了 所以才会有荷兰人想要来到台湾 他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将台湾 当作他当时对外、欧洲、联系中国、日本 的一个贸易转运中心 到这里大家应该有一点点感觉 跟你读的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接下来讲的 放大检视我们原本读的错误的历史观 1624年的时候 我们Formosa日本让与荷兰 1662年荷兰让与郑成功 大家应该都知道郑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 1895年大清帝国让与日本 1945年4月1日 这一天就很重要 日本将台湾正式编入他的国土之一 1945年10月25日 因为战败被中国人占领到今天 这是大概台湾比较简单的一个历史的过程 可是大家应该大部分都不是很清楚 整个一个转接的过程 大家都会想说 不知道的时候都不知道日本 已经在Formosa是第一个活动的 都想说可能荷兰 葡萄牙 西班牙 所以它是有一个历史的轨迹的 正式王朝 正成功 大家都认识 知道它实际占领的区域吗 大家有没有看到红色跟这个颜色 然后它在台湾的哪里 西部 而且就只有台南啊 靠近高雄这一块有没有 这么小块 这样叫做占领台湾 包括荷兰也是差不多 只有这么一小块的区域 所以台湾的主权 到底什么时候是被真正建构完整的 那接下来正式王朝 让与大清帝国的时候 大清帝国占据台湾的 哪里 大家有看过这张图吗 没有 第一次看 这张图是台湾 这个是中央山脉 有没有发现它另外一边不见了 东半部不见了 为什么 大清帝国统治台湾多久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212年 有久吗 有两百多年 很久的 日本 日本五十年 以前 对 但是中央有多人 后来的日治时期 实际统治是改变台湾是五十年 大清帝国呢 它那时候占据台湾大概两百多年 两百多年的情形下 它对台湾一定有一些深远的文化影响 才会造就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大家以为我们要回归祖国 但是到这里 大清帝国对于我们来讲 它是祖国吗 它从来没有拥有过完整的台湾 它一直以来都只有拥有台湾的西半部 它的有效管辖范围不及于Formosa的全岛 仅限于六个汉人屯肯区 为什么 东半部大家知道 看过赛德克巴莱吧 保护我的猎场 有没有很会打仗 过来的我就 有没有 直接猎头 是不是很厉害 所以一直以来 一直到大清帝国都没有踏进东半部过 怕死 而且还是还有原因的 告诉你嘛吧 为什么他两百多年 一直以来都没有踏进过东半部 他也不是没有武力呀 最重要的原因是 大清帝国所认知的台湾 当时是不是正式王朝 郑成功 他占据台湾的时候 他有一个口号 大家应该 反清复明 对 他以台湾为根据地 然后要做反清复明的动作 应该电视常常看到 反清复明 好不容易收服了台湾 那收服了台湾之后 大清皇帝他那时候开始觉得 我尴尬 台湾啊 这个地方我是要留还是不留 因为台湾 因为台湾从荷兰时期 从日本荷兰一直到 郑成功 他都不属于一个被开发 甚至是有制度的一个国家 他都还是部落的形式 所以你今天要开发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花什么 钱 要建设 要人 要物力 所以大清帝国那时候他就想 他是锁国政策啊 他对于海外的支地 他不一定会这么的有兴趣 他觉得台湾离中国太远了 所以他一直不想要台湾 可是当时收服的时候 那个施郎 有听过吗 施郎跟他建议 台湾虽然没有很近 那也很画外之地嘛 然后荒芜 可是他很容易被人家当作 反清复明的基地 大清皇帝也会怕啊 那他就问施郎说 那要怎么办 怎么办我才可以一举两得 我不想要花任何的东西在台湾身上 花任何的心力在台湾身上 可是我要如何有效地控制台湾 他当时做了几个政策 搬兵制度 台湾部族城 意思是什么 当时搬兵制度 我们讲文武官员好了 我们现在桃园县 是不是会有县长 一个县长 他如果是从别的地方 调来这个地方的 你觉得他需要多久的时间 来了解整个桃园县 这么大的一些人口 然后人文风情 有效地管辖他 要一年吗 要两年吗 什么也要一年吧 半年到一年吧 当时师郎就跟大清皇帝建议 我给你建议啦 不要这样 不要花钱 不要花人 文武官员都采三年 任期三年就必须调派回中国 三年 你来到台湾 从那边来到台湾 再回去 来回扣掉半年的时间 定居嘛 靠掉半年的时间 你来到台湾 你还要熟悉这里的环境 靠掉一年 你剩多久可以做事 一年半 一年半你还要有建设 有可能 然后你就要马上被调回去 你不可以留在台湾 因为你的眷属 家眷都被压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 因为大清皇帝怕你 这个官来到台湾 会跟台湾当地的人 合谋起来叛变 所以他把你的家眷 就压在那里 然后呢 你就派来这里 第一个文官 他说明天我就不在 今日我何必努力 他们当时流行的一句话 所以 县长 市长 都没有认真在做事 他感觉没差嘛 而且 当初给他的奖励就是 你来到台湾 回去你就可以升官啊 那我来台湾 我就青菜做做的就好了 就会怎样 贪污 腐败 那班兵呢 除了文官之外 是不是还要有军队 军队他怎么派 他从大清帝国那里就说 嗯 我现在招募 流浪汉 无业游民 要做兵吗 要去台湾吗 都来做 找一些乌合之众之后 就派来台湾当兵 也是三年 有这样的文官 有这样的五官 台湾人会怎样 很坏名的 不是较坏名 是很坏名的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 两百多年来 就是一直的革命 台湾人很辛苦啊 在荷兰统治下 也是没有异议 也是被红毛人压榨 换了大清国 一样 更烂 没有被重视 所以何来的祖国之称 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好好地管理台湾 这一块土地 所以 班兵制度 不管文武官员 你光想他用这样子的制度 来管理台湾 造成的结果 就绝对是贪污腐败 动乱 不安 肮脏 一直到 1887年 204年后 大清帝国才考虑 要将台湾 纳入 他的版图 可是请问他纳入他的版图 大家刚刚有印象 刚刚台湾的那个地图吗 一半而已对不对 那他纳入了多少 一半 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完整的 含级吗 有一半的吗 没有吧 没有一半的 所以他 要将台湾的 版图纳入 他大清帝国的版图 那也就是只有 Formosa的西半部而已 不完整 200多年来 从来没有建构过 完整的台湾主权 可是呢 台湾 200多年来 产生了什么 我们还是有被冲击到文化 被冲击到什么文化 大家现在所认知的 大家有看过 这个赛德克巴莱吗 这个小孩子 然后他爸爸在做什么 点穴 不要动 做法事 他在告诉这个小孩子 传说 勇士传说 我们当时 我们的平埔族跟高沙族 虽然 每一个族群 每个社间 他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信仰上的 还是说文化上的不同 可是大部分 他们是呈现什么 女性为中心 母系社会 大家有听过我们 潘译讲的课吗 勾手有吗 是勾来做 所以他们是以女性为中心 宗教是拜勿教 没有信 没有祭拜祖先 没有文字 也没有书 只有 他帮儿子点穴的时候 告诉他 灵魂不灭的传说 这样子的族群 这样子的族群 这样子的部落 被荷兰 被大清帝国 被正成功 被任何一个外来 有文化有制度的统治者 来统治的时候 好不好统治 好好统治啊 因为他没有书 没有文字 没有制度 是很容易被影响的 很容易被教化的 所以我们台湾 会有很多的文化是 东西方合并 所以台湾是一个 很厉害的民族啊 东方也有 西方也有 还不错 这就是他们一些 勇士的传说 他们大部分都是 用靠想象的 然后传说说着说着 就会帮他们文面 有没有 当时平浦族 高沙族他们的 做文面 然后边跟他们讲故事 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最早期 台湾原本居住的 著名的一些文化传统 还有被冲击什么 这个是传教士 第一个来到台湾的传教士 在荷兰 统治的时代 他们施政的重点 当时荷兰 他也是不重视台湾的 因为他只把台湾当作一个 是利益的转运站 那他绝对也不会在台湾 做任何的建设 没有意义嘛 我只要从这里能挖多少钱 就挖多少钱 只是他们到后期有发现 台湾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国家 然后那时候他们是有考虑说 台湾我要考虑给他 收纳为自己的国土 不过那时候没乎 那时候没乎 后来有后悔 不过没乎 所以当时荷兰他统治的时候 他们唯一做的最认真的一件事情 就是传教 所以我们是不是 现在我们台湾很多高沙族 都是信基督教 也是当时这个文化 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再来呢 我们接下来大家会说 二月份要干嘛 好像要过年啊 过年是不是我们台湾人的节日 我们啊 台湾的节庆 美俗文化 受到中国那时候 就是大清帝国 来统治这两百多年的文化影响 三节 中秋节 过年 端午节 清明节 这些节日 都不是我们的哦 都不是我们 本土台湾人原本的节日哦 这样有留下冲击吗 有哦 还没关系 因为这就是没办法 两百多年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熊某也两代去了吧 两三代的人去了 所以被影响一定是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学的中国的历史 69年来都在学什么 康熙 乾隆 有没有学得很透彻 中国的黄河 然后还有慈禧秘密生活 有没有 这么多的这些东西 很少讲到台湾的历史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反而是关于台湾 本土台湾的历史地理人文很少讲 现在有没有突然觉得我们是台湾人吗 我们是台湾人耶 为什么要学中国的历史 大概就好了嘛 为什么要学得这么透彻 跟我们有关系吗 没关系耶 洗脑啊 你才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其实它不是属于原本的本土台湾人的 虽然已经造就现在这样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原本台湾 本土台湾人真正拥有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台湾从来 从头到尾被冲击的文化 大家就是要很清楚 自己本土台湾人 原本应该拥有的是什么 集体潜意识的文化阅志 会造成一整个世纪的魔咒 所以大家都被催眠了 催眠的还蛮透彻的 所以我们在1895年的时候 大清皇帝正式将台湾跟澎湖 永久格让给日本天皇 这个是我们的条约 这个是什么 大家知道马关条约 下关条约 这里有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 大清国的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陛下 谁跟谁签 皇帝跟皇帝签 所以我们的下关条约跟马关条约 是皇帝对皇帝签的合约 这个等一下就会 我们后面会讲到 为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 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的权力 民力请求权 可是为什么土地 我们还是日暑美战 这张合约就非常的重要 这张就叫做土地权状 土地权状 他现在已经割让给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日治时期的三个时期 日治时期三个时期 刚刚有讲到 统治多久 五十年 大清帝国统治多久 两百多年 差很多 可是日治时期 他为台湾做了多少的建设 奠定以后我们亚洲四少龙的地位 就五十年而已 差距非常的大 我们日治时期分为大概三个时期 五十年前期大约二十年左右 那时候日本刚接管台湾的时候 就有发生 他发现东半部 还没有人去过呢 东半部 这么多年来 三四百年来 都没有人去征服过 他就想说 这样要怎么 他进来台湾之后才发现 大清帝国只有拥有台湾一半而已 那另外一半怎么办 他那时候寻求万国公法 就持续问美国 东半部 那高沙族要怎么 美国就说 你要像我们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征服 因为没法度 部落啊 你要跟他沟通 没有书没有文字怎么沟通 你一定得先用武力征服他之后 才能建立制度 所以在大家的观念里面 是不是会有 你们都说 日本人对我们很好 可是为什么我们记忆当中 好像有一些物色事件 牡丹社事件 还是塞德克巴莱 是不是抗争 刚开始的前期 大概八年左右 台湾人民是一直有在对日抗战 没有错 因为当时你一定会用武力去征服东半部 然后造成台湾人民他会有一些些不满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反抗惯了嘛 在大清帝国的治理下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啊 所以人民主的义民军对日抗战 那时候日本人他们很惊讶 没想到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是勇士 他用台湾民族来记载 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台湾人民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后腾新品 前期 他其实还是用将台湾当作殖民地 来做一个规划 殖民地 最重要他能够干嘛 拿他这块土地上的物资 所以刚开始他用殖民主义规划台湾的时候 才会造成很多的不满 可是不可否认 他对台湾做了很多的贡献 大家有办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吗 有人有办吗 去办的时候他会叫你申请什么 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为什么是日治时期 不是大清国时期 因为大清国从来没有为台湾做过什么 在后腾新品的时代才完成了户口普查的动作 每一个家家户户 你有过的婴儿 你有过的人 我给你调查 清清净净 这是在他后腾新品这个时期所做的 包括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到现在都是在沿用当时日治时期的户口普查的户籍腾本 当时呢 他们来到台湾也吓到 台湾好落后 两百多年来大清帝国都没有建设 祸乱 卫生 然后整个就是非常的脏乱 而且日本兵在台湾当时死了非常多人 不是因为打仗 是因为病死的 太脏了 日本兵来到台湾都生病 所以当时做了很重要的卫生 农业 工业 教育 交通 警察 发展 在台湾开始建构制度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很多什么 医生 老师 律师 博士 硕士 都是在日治时期培养起来的 而且它就只有短短的五十年 所以在1904年的时候 台湾的财政可以完全自主 完全自主的意思就是 我刚刚有讲到我们前面 几个来台湾占领的国家 是不是都不想花钱 建设要花钱 人力物力 只有日本做了 刚开始也是必须要补贴台湾的啊 一直到1904年的时候 台湾就可以自给自主了 建设还有制度都完整了 那这时候呢 公共建设甚至比日本内地还要先进哦 我们台北啊 那个下水道的覆盖率 当时是亚洲第一的 第一哦 这样有很厉害吗 还不是随便盖一盖的 那前期的部分 到后面 中后期的时候换了一个文官 刚刚后腾欣平是五官统治 到中后期的时候换成田建智郎 还有日本首相袁靖 当时他们就想考虑 台湾一年三收的 物产丰饶的 好像不错哦 要不要把它纳入为日本的国土 那是你买吗 还花这么多钱啊 把它纳入为自己的国土 是不是很好 这时候要遵照什么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它里面是有规定 你要将殖民地纳入为自己的国土的时候 你必须做一些事前的工作 像包括黄明化运动 一些长辈是不是有学RUAL 你一定要先做一些语言的共通 台日共学 通婚 同化政策 效忠共同的天皇 做内地延长的主义 从日本延伸到台湾 规划为日本的国土 所以那时候 他在后期在台湾 做的整个建设就非常的厉害 大家知道八田羽衣吗 有听过 他在台湾是很有名的 而且因为他 台湾才会成为鱼米之乡 才会有现在的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 八田羽衣 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他的建设 土木工程 是震撼了整个亚洲 所以当时呢 综后期 大家知道 我们中华民国统治 是不是十年建设 二十年建设 那日本他们在做建设蓝图 大家知道是几年吗 一个建设蓝图 都以一百年起跳 那又厉害了 不是十年 不是二十年 台湾到现在 很多的建设 都继续沿用日本当时的蓝图 我们的八田羽衣 当时台 那个 这个就是雕像在乌山头水库 这听说很漂亮 我也没去过啦 我也蛮上去的 听说很美 在那个风景区 大家可以去玩玩 台南的 嘉南大郡 台北下水道的兴建 高雄港 水力发电 桃园大郡 这个都是日治时代 台湾现代化 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乌山头水库 水面面积 13平方公里 蓄水量1亿5千万 是亚洲规模最大 世界第三大的水库 这样有厉害吗 这些属于台湾的历史 大家有没有 69年来有没有认真读过 没有对不对 都叫中国的对不对 对啊 这样有很强的吗 很强的啊 一定要强的啊 真正属于台湾的历史 你还原真相对吧 是啊 所以现在还原真相 大家要了解台湾真正的历史 我们当时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 日本他们在台湾建设的50年当中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 我们现在的这个铁路 延长到高雄 壮观铁路 我们的渡轮 建立机场 连结台湾内岛日本航线 开发全岛的电力 日月潭大甲西水利发电厂 资讯传播建立广播网 这个完全媒体啊 除了发展最基础的建设 医院 然后水利发电 基础建设之外 它还让你发展文化 媒体的资讯传播网 以前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塔 然后上面会有那个喇叭 那个广播器 然后就会放音乐 然后就会开始播 今晚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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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广播电台 最早期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日志时期建立的 我们最早期的媒体 所以大家不知道 我们现在的管理者 台湾治理当局 中华民国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比当时的中国 进步要100年 的落差哦 有这样子的落差 我们被管理的时候 被流亡中华民国 来统治的时候 谁不反抗啊 因为文化水平 人文素养差太多了 当时他建立了什么 司法机关 警政系统 护政制度 金融财政 普及全导的初级教育 金融财政 也是稳定台湾经济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制度 控制通膨 所以当他建立了完整的制度的时候 台湾整个是非常的进步的 我每次有时候 到这里我都会想说 如果我们台湾啊 当时没有被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给管理的话 我们持续的进步的话 台湾不会像现在这样 你要出去那个路上啊 三五不时就在挖路吧 我相信 如果我们继续延续 这样子的一个蓝图建设的话 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就是无钱就要挖嘛 是真的在建设台湾吗 越来越烂 越来越烂 要怎么 赶快回归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大家看到这张图 大家有没有很认真 读书都跪着耶 这样子的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有没有 武士精神 开把啦 这个就是武士精神 那是把的时候也要忍住 不准动 有没有 那这个学生有没有长得很漂亮 很漂亮 看有吗 这模糊也看有 谢谢 她的鞋子 有没有每个人都穿鞋子 这张图出现的时候 有也跟我说 因为有鞋子堂青耶 我说什么意思 我那小孩的时候还有鞋子堂青耶 我说有这么陷 你那当时是我想一想 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是有鞋子可以穿的 然后后来到中华民国统治就变没鞋子可以穿 是为什么呀 这个时期呀 台湾人都很有钱耶 台湾人当时才六百万人口 又物产丰饶一年三收 不有钱也难吧 台湾人那时候在日治时期 每个人风衣足食的 这一张是当时日治时期 不是卡诺 它是在高雄第一所成立 就是台湾人的学校 然后这个呢 是台湾人打赢了日本的学生 合影留念 第一场 这个图除了棒球之外 还代表了什么 它还代表了 是不是风衣足食 你一定啊 吃饭会温暖 你才会去打球嘛 你若是要贪吃就贪不饭 吃不饭 你又有赢去打棒球 还有没有空闲去围堵 没饭 沉沉坡很有名啦 对不对 后来是怎么死的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我等一下告诉你们 对 他当时的日治时期培养了多少的精英 文化 大家都过得生活好 发展了很多的文化 这个是在日本的地展还入选的哦 入选日本的画展 所以当时台湾啊 已经建构了非常完整 已经可以称之为一个帝国的一个文化水准跟水平 大家看到这一张图 1895年清国统治下的台湾 有 六十没有 没有卫生 没有卫生 很厚的对吧 这多少年 200多年了 这50年 就变成这样 这样有差吗 对照图啊 不像的地方 不过就是这样 200多年来 清国统治下 大街小巷大部分 不外乎大概都是长这样 不然为什么日本兵来到台湾呢 死整屏 卫生啊 货乱啊 都很垃圾了 一直到日治时期才整个制度化 管理化 所以 到我们中后期 内地延长主义政策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公法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依照里面的条款 黄明化运动 最后下了诏书 我们在1945年的4月1号 颁布了明治宪法 在这一刻 台湾成为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大家看到这一个 是日本 这一个 是哪里 台湾 布特 那它完整的在日本的地图里面 所以当时台湾已经划分 到日本的领土里面了 这个是什么 除了这个 它还要赋予 台湾人参政权 增兵令 下达增兵令 所以台湾 它依照这样子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当时还有什么 这有一个依据 就是下官条约 也就是马官条约 当时它在签订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知道 除了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外 原本还多割让了一个地方 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哪里 当时的奉天 奉天是满大清帝国的哪里 起源地 所以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那在下官条约的时候 一起割让给日本了 这时候有三个国家出来抗议 你说不行哦 那个辽东半岛啊 就是奉天 也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行挂给你日本 那日本就说 好吧 那我就依照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他们又签了一个 日清双方又重新签订了一个 辽南条约 日本他在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 这样代表了什么 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是不可以被割让的 但是不可以被割让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款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土地全壮 刚刚大家有看到那一张土地全壮 割让给日本天皇土地全壮 那一张之后一直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条约跟条款 有再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出去 是找不到的哦 是没有的哦 所以台湾到现在还是日本天皇的 领土主权土地全壮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休息十分钟 大家动一动 下一堂课继续 谢谢 各位同学们下课休息十分钟 下课休息十分钟 下课休息十分钟